下面来关注电商巨头亚马逊的最新业绩报告 亚马逊公布了2015财年第一财季的财报 结果显示净利润是增长了15% 达到227.2亿美元 这一数据推升了亚马逊盘后的交易 股价大涨了近7% 一些投资人和市场分析师表示 在亚马逊股价持续攀升之时 共同基金持有亚马逊股票的数量是大幅的下滑 这意味着大盘基金经理认为 亚马逊当前的股价被市场高估 亚马逊公司交易代码是AMZN 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是网络上最早开始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之一 亚马逊成立于1995年 一开始只是经营网络书籍销售业务 现在已经扩展了相当广的范围 已经成为全球商品最多的网上零售商 谷歌公司的股价周四收高 涨幅是2.12%报560.82美元 谷歌公司今天公布了业绩 我们来看看业绩如何 谷歌公司盘后的股价是大涨了3.56% 因为公司的业绩利好 2015财年第一财季的净利润为35.9亿美元 每股收益是5.20美元 好于去年同期 谷歌的营收为172.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% 微软在周四收盘时上涨了1.11% 报43.46美元 来看看最新的业绩如何 微软周四公布了2015财年 第三财季的业绩超出预期 财报显示 微软第三财季的营收为217.2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6% 在随后盘后的交易中 受到业绩利好的推动 微软的股价是上涨了1.37美元 涨幅为3.16% 报于44.70美元 微软是美国一家跨国的电子科技公司 以研发制造和授权 以及提供广泛的电脑软件服务为主